传说在魔线巴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魔法王国一样美好 在那里充满色彩换了不少 将魔法才灵光 可是亚王国自民不再开怀 因为那黑洲魔王心肠很坏 告诉我怎么才能为你解除 那么久的伤害 可怕的梦中一直都在缠绕 我们千万别被击倒 我们的勇气不要被盗走 要抓索模仿世界那个秘密 还有如何破坚弱中 没人知道当我伤心 怀着星星 不能回着梦 网路黑洲岛 网路黑洲岛 卡都巴 没有一个对的 你们俩给我站住 大王 你们在干嘛 还没找到去人类世界的方法吧 都怪黑乌乌跟黑麻麻 没头没脑的 竟然忘了咒语 就是 本来黑豆兵被催眠都已经说出来了 嘿 黑乌乌 你来得正好 大王 就是他用的催眠魔法 可他竟然把咒语忘了 大王 当时他们也在场 他们也听得到的呀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你负责催眠 当然是你去记咒语了 我忙着施魔法 当然要你们来记了 记性不好你就认了吧 那到底是谁的错 他 你们真够无聊 谁的错有区别吗 反正现在谁也没记住咒语 难道你有什么高见吗 依我看 只要抓住一个采灵宝的魔仙或精灵 不就能知道去人类世界的咒语了吗 对呀 好主意 那你们谁去采灵宝 哎呀 头好痛 大王 我先走了 对了 大王 我去检查一下能量塔的储存 我来帮你 你们 那你 如果大王有兴趣到采灵宝走一趟 我就陪大王去吧 我 还是等大王有兴趣了再说吧 你 你们这帮 我去的那采灵宝 还需要你们干什么 第一次来是为了抓黑豆兵 第二次来没开门 这一次终于能吃到采灵宝的魔法食物了 是啊 欢迎光临彩虹魔法餐厅 彩虹姐姐你在就好了 好期待呀 魔法餐厅会有什么菜式呢 我们能看看菜单吗 呃 菜单 这里没有菜单 彩虹姐姐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啊 我的口味很刁钻的 我们魔法餐厅一定可以满足每位客人的口味 嗯 可是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 没关系 彩虹姐姐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吧 我保证你们能吃到想吃的东西 哦 看来彩虹姐姐很有把握哦 嘿嘿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啊 这是 啊 薄饼 哎 可我不想吃薄饼啊 吃不吃 随你 哇 人家想吃炸鸡嘛 你吃一口再说吧 哦 嗯 嗯 嗯 这是 是炸鸡啊 啊 是炸鸡味的薄饼 哎不 就 就像真的在吃炸鸡一样 嗯 是吗 嗯 嗯 是意大利面 还是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番茄口味 嗯 真的吗 嗯 这是我 我最喜欢的蔬菜沙拉 为什么会吃出不一样的味道 而且完全不是薄饼的感觉呢 人类真是少见多怪 这是回味魔法饼 只要你回忆中 有那种味道 而你又很想吃 它就可以让那味道重现 嗯 难怪我像在吃炸鸡呢 回味魔法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菜式 因为它能满足每一位客人 哇 魔法食品真的好神奇啊 当然 你们慢慢品尝吧 嗯 嗯 竟然可以重现记忆中的味道 嗯 彩虹姐姐好厉害 其实不是大虹姐姐厉害 她有法宝的 法宝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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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厨房那边 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魔法锅不见了 啊 什么魔法锅 没了它 我就做不出回味魔法饼了 一定有人偷了 你们看 噓 噓 你干什么 你快点用绿花 拿着这东西干嘛 干脆吸了它的色彩能量不是更好 你们不觉得这东西好漂亮吗 吸了它的色彩能量不是太可惜了 大家都对彩色过敏 都对它小心随时晕倒 丢掉太可惜了 这点色彩能量应该没关系吧 换个锅不行吗 我不能没有那个魔法锅 这是我家传的宝物 我奶奶用它 我妈妈用它 我也用它 没有它 我就做不出回味魔法饼 就吃不到奶奶还有妈妈做的菜的味道了 真是太可怜了 魔法锅不见了 我也没心情做饭了 这餐厅有过难了 我们帮你找回来 既然是黑豆兵偷了去 我们就能跟他们又回来 可说不定黑豆兵已经逃回黑肉岛了 呃 哼 不入虎穴 焉得过子 是焉得虎子 不是一样吗 嗯 啊 跑了 啊 黑豆兵的船不在了 那我们就到黑洲岛去 黑洲岛 黑洲岛 啊 可可开玩笑吗 你以为黑洲岛是不要漏场吗 黑洲岛是很危险的地方 我们彩灵堡的人从没想过去那里 为什么 既然他们能来彩灵堡 我们就能去黑洲岛 有道理 小米 你觉得呢 危险是危险 可要是我们不去 彩虹姐姐的魔法锅 可能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是啊 去了 说不定还能找到破解彩力魔咒的线索呢 你们真的愿意去吗 既然这样我也没理由退缩 啊 真的要去啊 啊 怎么去 划船 我不行的 我怕水 我会运转的 我会吐的 哎呦 你安静点行吗 可以像去人类世界那样 又转移魔法吗 不行 彩灵堡跟黑洲岛都有魔法能量保护 不能进行转移魔法 这样呀 海上走不了 我们可以从天上飞呀 啊 我明白了 看我的吧 出来吧 燃鸟号 彩虹姐姐等着我们呢 如果大家害怕 就让我先去打餐一下好了 我不怕 我跟你一起去 慢着 啊 小米 你要是不想去 就不要勉强了 不 我在想 大家应该先变身 做好作战准备再去 有你们在 我怎么会害怕呢 嗯 小米果然比我们细心 那我们快变身 嗯 巴拉拉能量 召唤红色魔法 小魔仙变身 啊 你哈哈 天啊 小魔仙变身 鬼啊 芭拉拉能量 召唤蓝色魔法 小魔仙变身 小魔仙变身 芭拉拉能量 召唤黄色魔法 小魔仙变身 我们先收起武器到黑咒岛看看情况再说 起飞吧 蓝鸟号 这就是黑咒岛 那是 要避开那些黑烟 好 看我的 怎么了 哇 黑咒岛原来长这样啊 黑黑的 好吓人呐 大家要小心 小夕 接下来我们要先想办法找到黑豆兵 小夕 有人来了 终于回来了 �独刺 还干嘛躺到地上了 就是那个嘛 你们在做什么 我怎么趴着 竟然还能回来 来得正好 快 快告诉我们去人类世界的咒语 上次迷迷糊糊的 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的脑袋 又来干嘛的 算了 他们不敢撒谎的 对吧 不敢 这次你们的收获应该不少吧 还可以吧 那还不快去能量塔把能量存起来 是 是的 结果还是问不到咒语 这几个黑豆兵丢三落四的 问了也白答 我想我们还是替自己打算一下好了 为自己打算 什么意思 就是好东西总要留一点给自己 你们注意到了吗 你是说刚才那两个人 他们一看就很狡猾 他们头上都有一个符号 对 我也看到了 那个符号 公主公主 别叫了公主 我们快去找黑豆兵吧 我们快去找黑豆兵吧 放手 你们怎么在这儿 因为你们偷了彩菱宝的东西 是他 不是我们 你把锅子还给我们 我们可以不计较的 不 这是我的纪念品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黑黑黑 黑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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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 闪蓝自新 射凯攻击 干得好 来会 原来如此 彩灵宝这个东西真不错 被发现了 我们完了 不是我们 是 你们竟敢私藏彩色物品 而且还惹来了彩灵宝这群人 要是被大王知道 别怕 我可以不说出去 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这东西就是我的了 倩 原来像君为己有 想得美 这是我们彩灵宝的东西 快还回来 你们太不讲理了 快快能量 快快能量 红黄闪耀 红色聚会 色彩风机 小魔仙挺厉害嘛 不过跟我比还差点 这样吧 说出到人类世界的魔法咒语 我就把这东西还给你们 为什么要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什么时候轮到你家 怪模怪样的精灵说话了 说我快 我看你够怪 黑豆兵回来了 怎么不告诉我们 那个黑乌乌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他们也来了 糟了 我还拿着这个东西呢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来 来 来 怎么样 红白闪耀 粉红爱心 色彩风机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快跑 站住 岂有此理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救命 救命啊 快 说出到人类世界的咒语 有头 放开我 快说 卡尔卡雷 黎明无暇 他们 失去了眼泪世界吧 嗯 啊 啊 好像没再追上来了 我们快坐蓝鸟号回去吧 啊 等等 暴鸣不见了 啊 啊 啊 刚才我好像听到有叫声啊 啊 啊 糟了 难道他被抓了 你们等着 我回去找他 等等 啊 要去 一起去 嗯 走 嘿嘿嘿 这次真是歪打正着了 黑乌乌竟然跟那精灵去了人类世界 那可真是立了大功啊 啊 去了人类世界 嘿 刚才那精灵念的咒语 你们还记得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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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哼哼哼 嗯 嗯 哈哈哼哼哼哼 黑乌乌到了人类世界 它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巧琳她们为惠老师送去了回味魔法饼 谁料魔法饼竟然不翼而飞 这些事件究竟有着什么联系 而魔法饼的结局又会怎么样呢 可怕的魔术一直都在缠绕 我们千万别被祭祷 我们的勇气不要被盗走 要抓错魔法世界那个秘密 还有如何化剑膜中 没人知道当我相信 坏着星星不能回头